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计的话题都比较新锐和宏观 而Farid Zakaria则是新闻评论界的元老级的人物 他主持了GPS Global Public Square 这是一档电视的新闻评论节目 是众多的政治人物 包括总统们 首相们争相希望接受采访的这样一个平台 Klan是犹太人 Zakaria是印度的穆斯林 这两个人的碰撞确实是一种难得的高质量的新闻访谈 这个访谈长达一个多小时 我将分为两期向大家介绍 在前半部分 我想向大家介绍 Zakaria认为的世界秩序的改变 以及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俄罗斯的企图失败 在第二部分 我会向大家介绍 为什么Zakaria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和俄罗斯对世界的影响完全不同 需要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来对待 以及我为什么不完全同意Zakaria的看法的原因 好 我们先说第一部分 Zakaria认为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个时代就是自冷战结束之后到现在 从1991到现在2022 在这个30年中 世界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主导 是一个单级世界的模式 而这种模式正在结束 作为一个客观的描述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正在失去对全球的影响力 而中国开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 俄罗斯开始重拾自己地区大国的信心 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韦 打破了二战之后 形成的欧洲大体和平的秩序 悍然入侵了乌克兰 这都非常明显地显示了 美国主导的单级世界 已经开始消融 我们很可能会回到一个两级世界 甚至是多级世界中 这个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甚至对于Ethera Klan来说 都是很难体会的 因为他们只有在历史书中 才见过这种情况 在两级的世界里 游戏规则是不太一样的 各个小国都必须在两个超级势力之间 去选择立场 而他们也被两个超级大国 看作是棋子和争夺势力范围的工具 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 有些国家会因此而得利 比如说韩国和日本 有些国家则成了战场 比如说越南和阿富汗 两级世界并不比单级世界 更和平和稳定 事实上两级世界的年代 爆发过多次严重的危机 每一次都把人类推到了 生死存亡的边缘 而多级世界那就更加不稳定 19世纪的欧洲就属于一种多级世界 中国的春秋战国也属于多级世界 这种模式下 小规模的冲突是非常频繁的 每一个参与方都希望 在这种冲突中获得自己更多的利益 当然世界要回到多级的可能性并不大 毕竟美中两个国家的体量 远远的超过其后的 什么第三第四第五这样的国家 甚至比它们全部加起来还要多 但是转变成两极世界 这个转变的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 因为这个就意味着 很多国家的外交范式 需要做出新的调整 而我们当然不是简单的 去重复过去的历史 所以很多政策和表态 就会面临重新调整的这样一个阶段 这种调整的过程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在调整中规则是未知的 新的常态还没有形成 联盟还没有经过考验 大家都在摸索的阶段 就是不确定性最大的阶段 这种不确定性在国际关系中 就意味着安全的威胁 甚至是战争 在美国统治的单级世界中 美国似乎缺乏一种全球布局的战略 所谓战略就是需要有达成目标的 先后的次序和行动目标的连贯性 但是美国在这30年中 似乎没有完全适应自己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地位 美国孤立的声音依然是时不时的响起 美国在这30年中 更多的是被国际危机拖着走 我们需要处理欧洲的安全 伊拉克吞并科威特 恐怖分子的威胁 伊朗核危机 朝鲜核危机 叙利亚战争 阿拉伯国家改变 乃至中国的崛起等等 美国没有能够在这30年中 建立一个稳固的西方民主世界的联盟 来进一步的巩固苏联崩溃之后 民主观念对全世界文明的影响 这个我后面还会提到 美国甚至自己建立规则 然后自己比任何人都更积极的去破坏这些规则 比如说绕开联合国机制对伊拉克开战 在世界贸易组织中 美国是面临贸易争端最多 被起诉最多的国家 美国在谴责其他国家进行产业补贴和贸易补贴的同时 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 这就使得美国的领导缺乏说服力 但是似乎美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另外在战胜了苏联之后 美国没有正确的采取对待俄罗斯的态度 Zakaria提到说 在胜负已定之后 历史上有三种处理模式 第一种是罗马对加太基的模式 就是把对方彻底的灭绝 斩草除根 这个已经是过时了 不用提 第二个是凡尔赛模式 就是一战之后彻底的羞辱对手 结果把对手再次逼反 第三个是二战之后的维也纳模式 也就是把被自己击败的力量 重新纳入自己制定的国际秩序中 给他们荣誉和稳定 比如说二战后的德国 而美国在冷战胜利之后 采取了一部分的维也纳模式 比如说帮助俄罗斯恢复经济 但是更多的则是凡尔赛模式 他不希望俄罗斯翻盘 所以不断的压缩俄罗斯的国际空间 没有把俄罗斯纳入自己的国际体系之中 但是这个并不能完全的责怪美国 自从罗马之后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 现代意义上的世界领导 罗马对世界的引领 几乎完全是靠武力征服 而美国则完全不同 因此美国在探索自己对世界的领导方式上 不可能会显得很纯属 或者说很公正 这里我们需要避免求全责备 美国没有能够维持住单极世界的稳定 有很多的原因 Zakaria提出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在于民主国家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这种文明 对于传统的极权国家来说 具有很强的威胁性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他说 无论是各种颜色革命 还是来自国家内部的人民的要求自由的声音 都对传统的极权国家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这个导致传统国家不得不去寻找新的统治逻辑 比如说俄罗斯的统治逻辑就开始变成了 领导人必须要让俄罗斯重新伟大起来 普京的统治才有合法性 这个是他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而中国的统治逻辑则变成了 政府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请注意 在过去 传统国家的统治 根本没有这些负担 他们只需要让国家整体上太平 不闹饥荒 不出人命 就已经是很好的统治了 而今天 由于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的理念 导致这些传统的统治模式 都面临严重的挑战 原来非常自然地对权力集中 比如说那个皇帝的敬畏 变得缺乏了合法性 传统国家需要新的愿景 来弥补这种统治合法性的缺失 而反过来呢 民主国家自己 倒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反而是只需要做到国泰民安就可以了 我干完两届我就回家 美国政府的注意力在哪 在控制自己的通胀 他们没有多少迫切要发展的压力的 他政府的合法性 不来自于自己的经济表现 而中国政府必须极力地维持自己的经济增长 否则他政府的合法性就有问题 你想一想 哪个政府的压力更大 因此 传统的极权国家必须开始抱团 来抵御这种来自民主思想的威胁 这个导致他们之间形成了某种联盟 俄罗斯必须要再次令人生畏 而中国必须要崛起 或者是夺回之前失去的领土 这些不仅仅是他国家的雄心 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他保持国家稳定的必须 这个是美国和其他的民主国家没有预料到的 他们以为追求民主自由的人类天性 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导致这些国家改变 但这个并没有发生 真正发生的却是成就了俄罗斯的普京 和中国的邓之后的各位领导人 他们的努力促使传统极权国家的力量急剧上升 以对抗民主势力对自己国家传统统治的威胁 但是中国话又说 物极必反 正是因为俄罗斯和中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这个态势 最终导致了两件事的发生 一是川普的出现 二是俄罗斯开始攻打乌克兰 前者是以一种讽刺闹剧的形式 让美国和西方世界突然发现了中国的存在 并且开始形成了对抗中国崛起的 某种还没有具有稳定形式的联盟 而后者呢 也就是普京入侵乌克兰呢 则使得欧洲和北约空前的团结 欧洲主要国家都开始增加自己的军费 欧洲自二战之后几乎是放弃了自己的防务 全部依托美国 而美国呢 也乐得看到一个失去了武力而相对平静的欧洲 但是乌克兰战争之后 欧洲可能会成为一股重要的军事力量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欧洲可以分担更多自己的防务 而美国则可以把更多的资源 用于太平洋方面 形成对中国扩张的防御 世界上的事儿就这样 一方的改变会促进另一方的改变 一方在实现自己目标的同时 也促进了另一方破坏这一目标的能力 Zakaria接着解释了不能够允许俄罗斯成功的原因 俄罗斯本身的实力是不够的 他们无法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 他们只是浪漫的不切实际的 希望回到过去 回到苏联令全世界感到害怕的时代 但是这是不现实的 俄罗斯的实力不支持他们实现这个目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俄罗斯实际上只能是一个规则的破坏者 他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新的稳定的秩序 除非你有实力建立新的秩序 否则单纯的规则的破坏是一定要被击败的 这个不是一个对错的价值判断 而只是一个非常功利的 非常现实的全球安全的考虑 你要是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行 你破坏旧的秩序 如果你没有能力建立新秩序的话 你就不能够被允许去破坏旧的秩序 再糟糕的秩序再糟糕的规则 也比没有秩序没有规则要好 俄罗斯实际上是严重的依赖于外部世界 他们除了出口能源和武器之外 甚至连日用品都要依赖于进口 所以Zakaria认为 西方虽然在制裁俄罗斯的过程中 自己也会付出代价 但是这个代价相对来说是可以忍受的 即使普京可以通过权力来压制国内抱怨的声音 说普京会被颠覆也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 但是俄罗斯的承受能力恐怕没有那么强 这儿Zakaria解释了为什么普京被颠覆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国内目前没有人可以替代普京 拱卫普京权力的 是普京亲手培植起来的俄罗斯的寡头集团 一旦新的领导人上台的话 这些寡头就会面临被清算的可能 这个是他们不愿意抛弃普京的原因 以上是Edward Klein和Zakaria对话中的一部分 对话很长 这一部分今天都讲得很长 我没有按照这两个人对话的顺序来介绍 而是抽取了其中的内容 进行了按照主题的编辑 明天我再向大家介绍另一部分内容 这是关于中国和俄罗斯 同样作为现存国际秩序的破坏者 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 西方应该如何分别面对 Zakaria的观点呢 我并不完全同意 我也会说出我的看法 我非常喜欢看这种西方知识分子的对话节目 这些思想的高度是世界性的 他们的观点 对于我们这些有东方思维模式的人来说 是非常有益的补充 我也非常希望在中文媒体圈中 也能够出现这样的高质量的 思想碰撞型的访谈节目 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好 以上是今天的明察秋毫 谢谢各位观众的支持和关注 我是主持人Nary 我们下一次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转发订阅